首先第一款是德国的骑兵头盔,该头盔造型比较怪异,用金刚打磨而成,重量可达6斤,非常考见士兵的头部紧追承受能力。 同时其重量也是一个较大的弱点,在战场上,如果一旦被敌军的重型武器击中脖子,很可能会将紧追击断重而丧命。 不过它的防御能力,还是值得肯定的,一般的刀剑和斧头随便砍,根本就不无法将其砍破,并且这款重骑兵的头盔,关键时刻还能杀敌,在近身搏斗的时候,可以拿下来作为武器使用,刺杀功能比较出重。 其次是意大利复古头盔,这款头盔材质也是金刚,其最大的亮点,就是其外观设计,是以古罗马复古服雕为造型。 如图所示,该头盔中间上,好像握着一个曼妙美丽的美人鱼,在头盔两边,好像是爱情之神丘比特正在设件。 该冷兵器整体设计非常有新颖,充满了艺术感。 同时除了造型精美之外,从其外观的厚实度来看,几乎很难能够破防的,刀剑基本不是对手。 虽说这两垮近乎无敌的搬下头盔防御能力很出众,但是要是碰上中国的这款冷兵器就没招了。 该武器就是中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狼牙棒。 狼牙棒作战威力霸道不讲道理,不管是钢枝还是青铜制造的狼牙棒,不管是何种材质制造的头盔,在它面前基本根纸没有什么区别,破防能力气强。 一般而言,该冷兵器尺寸最长的可达二米,垂面不满了解。 十锋利的钢钉,战场上一锤子下去,可怜人带马车砸烂,为此更不用收牌奖了,像欧洲这两款头盔,仅仅一击可能就直接轻松打烂了,估计重下来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